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建筑被改建成文创产业 成为年轻人聚集的新地标 这些老建筑见证了大稻城的繁华与兴衰 当时大稻城是台湾的商业中心 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 这些历史足迹见证了台湾经济的发展 也代表了台湾社会的变迁 来到大稻城大家最熟悉的一定是迪化街 印度眼帘的是老旧建筑 有的维持原貌 有的则改建成文创小店和餐酒馆 这些历史和创新的碰撞 形成了迪化街独有的景象 迪化街的老建筑 主要建于清末和日治时期 其中洋行和商行 是当时外国及本土商人经商的机构与据点 它们不仅是历史的建政 也是文化的载体 更体现了当时的建筑风格 社会文化和经济水平 迪化街的特色建筑 不仅反映了台湾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 也为台北街头增添了独特的风采 而这些特色建筑 主要以闽南市建筑和鲍洛克市建筑为主 而它们也成为了台北的重要文化资产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发展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也随之改变 传统布料、杂货等产业如见是为 而台北市的商圈渐渐东移 迪化街因腐地狭窄 那已负荷庞大的商业需求 且许多建筑都是百年老屋 缺乏现代化的设备和设施 不亦吸引年轻客群 因此逐渐没落 近年来 迪化街积极转型 透过保留老街的历史风貌 引进文创产业 让迪化街重获新生 而这些行业 也是迪化街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 它们将传统元素和现代创意做出结合 现在就要我们来看 有哪些值得一访的文创产业吧 小逸城 是一座文化创意的节务空间 它的前身 是建于1920年代的 屈城市大药房 在经过改建后 外观 暴流了原有建筑物的历史风貌 而内部 则融入了现代艺术与文化元素 这里的文创产业 不是美剧 有台湾物产 贩售着台湾文创物品 Book Bar 1920s 一年代为主题的 书店酒吧 沃森茶酒馆 是一间带有浓厚 饮食风格的复古茶酒餐馆 而好优光客所 是雷射雕刻作品的特色店家 小逸城现今 一演变成抵花街的 知名文化景点 促进了台湾文创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并为文创产业的繁荣 做出了贡献 因为它其实是 就是一百多年前 台北最开始发展的地方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不同 当初文化的交流 像你看这边的老房子 跟一些 就是有西式的风格 有日式的风格 但也有比较偏台湾的感觉 然后又有一种 比较特别的复古的氛围 我们作为伴手里 算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们是可以客制化雕刻 像筷子汤匙上 可以刻上你要的文字 那其实对于西方的客人来说 筷子就是一个很亚洲文化 很台湾的东西 那他们觉得很有趣 即使不会用 也觉得刻上文字会 送人蛮有趣的这样子 就不会觉得 大家以往都会觉得 只是卖中药 或者是卖干货 或是过年才会来 平常也可以来逛逛 一起可以看到很多 台湾特色的东西这样子 希望可以持续 大家想到台北 就会想到迪华街这个地方 然后会是一个 来玩的首选吧 这样子 接下来 我们来到福莱许家备馆 福莱许家备馆 是位于迪华街的 一家复合式餐饮空间 融合了咖啡馆 私厨 茶楼 酒吧等元素 提供多样化的餐饮 与文化体验 希望能够让台湾的文化 在国际上发光发热 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体验到台湾的独特美丽 创建地点的话应该是说我们老板娘之前跟这边有一些渊源在 那而且他加上非常喜欢迪华街这边的历史 那后来他决定在这边开店之后 其实他问了很多店家 然后很多店家都是拒绝的 因为早期这边都是中药跟干货商 他们只租给就是比如说清盆好友 或者是只能存放中药材 他们拒绝餐厅进来 那后来是因为 我们老板有到对面的城隍庙去拔柜问 据说啦 据说他有拔到六个行堆 然后才能就是决定在这边可以 就得到城隍爷的同意才能在这边设店 然后拔完醒杯过后没多久 就有这个店面的屋主 就打电话来问说 听说你们有在找店面 然后才会愿意就是 租给我们 所以我们等于是11年前这边的第一家 算餐饮店进入到这边 除了小吃啦 就是餐厅进入到这边 对 然后加上我们老板对于刺绣旗袍都有相当的一些运缘 有点像早期的女给文化 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日本统治那时候 那一阵子 他咖啡店其实不是卖咖啡 是有点像饮酒店 所以会发现我们的招牌比较特别 是叫加倍馆 不是叫咖啡馆 是从那边的渊源而来的 对 文创产业的未来发展的话 应该是说 我觉得商家要有 比如说性质上面的关联 才不会就是变成说各做各的 就是你卖你的我卖我的 可能我们去做相关的店家联名 可以带动一整条街的文化产业的发展 比如说我们把我们运用隔壁的 然后做成像礼品的红酒香料罐了 内对他们来说是有点像推广 或者是其他商品 我们运用其他店家的东西 来做到我们餐店里面 对于商圈来讲 甚至于对于前面小吃店来讲 我相信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文创产业的发展 带动了迪化间老屋的改造 一栋栋古色古香的红砖老屋 被赋予了不同的生命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特地慕名而来 为的就是感受迪化街的文化魅力 文创产业的兴起 为这个百年地标注入了新的能量 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昔日繁华的迪化街区 如今又焕发出了不同遗忘的光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